口足画家许世皇靠电动轮椅行动 出门搭公车却经常碰上这种状况 公车司机让乘客下车后就关起车门开走 许世皇在车阵中狂追 许世皇挡在车头前和司机对看 几分钟后司机才下车帮忙推轮椅 司机不情不愿地拉开板子 态度让许世皇心寒 目前被拘载过最多的是30号的人友客运 其他的客运也是有加减 不过后来有改善 后来就不会没有拘载的问题 对他适而不见的公车还不止一家 许世皇再次用肉身挡车 公车司机才停车 司机说是没看到他才没停 还要他举牌子 要挂一个牌子啊 说我要上车他才会看到 听到就是有点伤心 投诉客运公司其中一间客运总经理道歉 承诺妥善处理 另外一间客运公司接到投诉也介入调查 他是说他没有注意到那个伤障者 主管机关交通局说 公车司机不得拒在伤障民众 已经对2000客运业者开罚 还会祭典影响未来业者申请补助 伤障者坐轮椅要搭公车 是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台中市交通局已经决定了 未来将会沿拟用鼓励奖励的方式 让公车司机呢更愿意呢 去帮伤障者去搭公车 让伤障者出外搭公车 可以更加的方便 华市新闻 匈马张英光台中报道